好,9月3日8時,美股方面未開始星期五的晚上時間 但仍是站穩的向上,外圍方面法國指數跌,其他歐洲股市都可以的 講講滴滴,滴滴方面又有新消息,來自彭博方面的消息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民女業巨頭首女集團旗下子公司手氣集團 計劃連同其他北京國資委的背景參與入股滴滴 考慮會獲得給主要股東軟銀和Uber等影響力更大的持股 具體方式還未決定,考慮也包括持有特殊的黃金持股 即是說,很多科網巨頭都有1%給國家入股 然後他們會在裏面有一些政策的,特別是針對政府政策的決定和監督權 其實幾家科網巨頭都是這樣,都有1%持股 如果主要是取得黃金持股的話,當然意思不是太大 對於滴滴的股價的變化,刺激不太大 當然,亦都顯示出滴滴的級別等同新浪微博,美團等等 都是不多不少,即是屬於系統性重要的所謂科網公司 但如果不是,他們是希望獲得更大的股權 如果是的話,整個又不同 因為大家都知道滴滴的主要股權是集中在軟銀 孫正義的軟銀,日本軟銀持超過2% 第二大股東是Uber,12% 滴滴創辦人情惠和柳青擁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們是同股不同權,所以他們擁有5%的表決權 但實際上的持股加起來,只有8.1% 所以現在不知道手氣的入股方式是怎樣 但我看來都是朝向我們一直是估計的方向邁進 最終滴滴都應該是安然可以度過 值得一提,手氣集團其實都有搞網約車的 叫做手氣約車 但它跟滴滴的專車不同 它全部都是政府許可的出租運營車 即是說是的士 好像香港的Uber,現在主要是約的士 現在手氣約車,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手氣的變相就是領起它的主要對手 其實不是主要對手 其實手氣約車不可能成為滴滴的對手 因為滴滴是整個中國,都是徹底的市佔率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我自己覺得 我們當然在低位買入滴滴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需要太過擔心的 因為即使現在仍然都看下去 因為監管的檢查仍然進行 不過我們之前也提及了 它最主要的網絡審查已經完了 又沒有聽到特別的消息 現在就說入股了 而我們溝淡了之後 滴滴我們現在成本價 現在的模擬倉其實只有一百五毫三 一百個半水平 所以其實怎樣都 我自己覺得 會是 我們都在等著 看看有什麼事件的趨化 但是我自己傾向 如果你1%持股的話 當然就不是太大意義 但是現在看下去 他們這幫國企有可能 會增加滴滴的持有數目 當然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刀仔鋸大樹 直接拿了程維 和柳青的同股不同權的持股 而那兩位 正正也是搞到滴滴上市之後出事 現在都被董事埋怨 包括騰訊和阿里的代表 都是在董事會裡面埋怨這兩位創辦人 所以他們兩個人 接下來出局的機會是存在的 而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把他們的持股 轉給這一堆的國企 這樣其實最簡單 可以徹底地用少不太多的錢 就撬動了那個影響力 當然啦 在另一個角度看 你就去用一些監管的方法 壓低股價 然後就逼令主要股東 就是把他們持股 偶給這個國家 這個做法其實就在很多的私企老闆看上去 其實都幾恐怖的 其實他一直滴滴做的事情 從來沒有明確這樣違反國家的監管 是吧 VIE從來都不需要這個當局的審批 那你們網信辦也都沒有說明 你一上市我們就會重罰你 是吧 你可能有些勸喻方式 那現在就是羅新門 你用口頭勸喻 是吧 人家以為你在擺款玩東西 在這裡就是私下馬威 怎麼知道你真的 原來網信辦的威力已經大到這麼驚人 還可以管在海外上市的所謂數據安全 這個是以前從來沒有的 是吧 那現在你看下去 當然有很多人就說 滴滴之前就做得差啦 不聰明啦 這樣 但正如我都說過 滴滴要最符合他的主要股東利益 主要股東利益就是Uber和軟銀 他們很明顯 如果在美股上市的話 這個是對他們最好的 是吧 那程維扭清他們都很可能 都是希望滴滴未來的國際化 去美國上市很明顯是一個 比香港這些專車 是不合法的情況之下 那你香港其實上市是很尷尬的 是吧 那所以呢 現在就出了事啦 事後恐明當然是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如果真的在那個規條 典章之下 滴滴現在這樣 你看到心都寒邁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最終 你說黃金持股1% 可以接受的 因為全部的科網企業巨頭 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說 最後不是喔 要 這個股價就很慘淡 然後呢 就搞到你 可能創辦人都會出局的 那這件事就是 海外沒有的 基本上 除了創辦人 就自己真是衰啦 衰些什麼 就譬如這個史提芬永利 衰這個性侵犯 這個放在哪個角度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啦 是吧 但是 滴滴的情況 就真是 是很明顯的 就看不到說 是違反了 原有的那個 點章 還有呢 規則 那這件事就 就要看一下究竟 現在怎麼處理啦 那如果 手器那些 就用一個 不是那麼高的價錢 就拿了這盔的股份的話呢 或者入股 或者什麼 方式都好 那是給外界一個 不好的印象的 一個不好的訊息就是 哦 我們國家呢 可以隨時 用一個鐵拳 就打下去 然後呢 令到 你們損失 和導致你們 最終都要將 持股出售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 就是 監管的霸權 不是說完全沒有 這個監管霸權的 譬如 美國這樣 他如果實施這個 金融制裁 就是這個 財政部的制裁的話 那 主要股東 譬如 俄裏的主要股東 歐帕加 那就是要將 持股影響減少 那就是 最終可以解除制裁 那不是沒有這個情況的 但是 就是 最少呢 你都叫做 喂 呃 違反 了一些 制裁的 條件 是吧 但是這個 就有些特別 因為 你其實 之前的 所謂的 國家安全數據 你是沒有立法的 是吧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 要看一下 北京方面 最終如何處理 但是 在 內地的資本家 私企老闆 看上去 如果最後的 創辦人 被迫出局 然後呢 還要低價 就是 沽貨的話 那這個就是 就是 是一件 就是 會令到 很多投資者 或者是 內地的 民企老闆 都心寒的 那 最比較好的 做法 當然就是 用一個 明顯高的 日價 甚至上市 或者之前 就是說 上市股價 14元 美金以上 去做 甚至 能夠 令到 所有股東 都可以 就是 享受 那個 私有法的作價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都一直在看 觀察 這個情況 如果你說 真的出到 真的會 做私有化 然後呢 就在美國方面 就是通過 私有化 彌補股東 的部分 的損失 那這個呢 我就這樣 外界就會認為 那個監管 都不是說 完全離譜的 但是 如果 做法是 接下來 無論是滴滴的董事會 但是滴滴的董事會 就會有些壓力 我都說了 這個是有可能 會被集體訴訟 現在呢 其實日日都有 相關的 律師事務所 就在那裏 找一些股東 就說 哎 加入我們這個 集體訴訟 這樣 那 所以呢 唯一的 很可能的做法 就是做到一個 皆大歡喜 大家都有錢賺 是吧 那你如果 國家買入滴滴的股權的話 那 事實上 這個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資產 因為涉及很多人的就業 是吧 就是專車 那你都說到 數據這麼重要 是吧 那 那 當然 如果 國資入股的話 對滴滴在中國的發展 當然是最有利 但是 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 變成國資做大股東 那 它呢 去其他的歐洲 或者先進國家去做業務擴展 就會遇到問題了 因為呢 它是國企的背景了 其他的政府 所以你難怪之前為什麼說 暫停歐洲和英國的進展 可能是因為 國資可能在研究入股 那 如果一入股呢 那 人家 即是會立即 可能叫停 是吧 即是說 你的擴張 要停了 到時 滴滴或者國資 在面臉上更加無光 所以 目前 我們都要繼續看看 究竟北京方面的行動 我相信滴滴的那個監管的風暴 應該都是去到尾聲的了 那我們也是繼續會持有 我們那一注的滴滴出行的股權 我們都做得算是非常之好的交易 令到滴滴出行的股權 我們都是降低了 那現在呢 就是等一下有沒有什麼消息 是吧 即是我們八月中旬的時候 就買齊一注 那八月二十五號 不是八月 七月底 我們買了一注 那八月中旬 我們又買入另外一注 那 平均價拉到八月五號三 那八月七 我們又減持回一注 那現在呢 我們都是處於一個 比較舒適的狀態 那我們就在這裡 等一等的事態的發展 那如果滴滴方面呢 那個北京方面呢 可以做出一個 比較令到市場滿意的 一個安排 私有化等等的話呢 那我就相信 就是外資方面呢 都會對監管 其實大家都是為了賺錢 就會有些信心 那但是呢 內部方面的那些 就是 文企老闆啊 資本家 那可能就會繼續騰 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會繼續留意的 那這一集 真的 沒有資本 沒有資本 那一集 那一集 我們來是 這個 一集 那還讓我們來